这部剧要介绍起来真的好庞大 没事 我们慢慢听你说 我们这部戏是从 汤汤演的孙若薇的这样女性视角切入进去 演绎了从朱棣开始的六朝的大明皇帝 是一个气势辉煌 然后剧情跌宕起伏的 以正史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 优质的历史巨幅篇章 哇塞 朱耀文老师你们考虑当主持人 口播念的这么好 下次下次找机会 好 其实刚拿到剧本的时候 什么地方最打动你的 让你愿意接这么一部大什么剧制历史什么 对对对 首先肯定就是剧本了 因为张廷导演他其实是我们这个戏 是又当爹又当妈的人 对 他既是编剧又是导演 他在剧作上的功率非常的深厚 再有就是有黎叔佳姐这样的高品质的制作人 和大导演给他保驾护航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我觉得并不是说我来选择了他们 是他们垂青了我 对 让我有机会融入到这样的一个极具内涵 极具创造力的一个团队里面 那您刚刚说这是一部就是非常基于历史基础上的这么一部剧 那您在开始之前有去做很多大量的功课呢 其实拍这样的戏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熟悉一段历史 更多的是要深入到这个剧作的氛围里面 因为导演以及监制是他们对于这个时代 对于整个的大环境有一个全新的解读 我们不可以有太多的历史捆绑 但是是以一种顺服的姿态进入的 那其实您之前演的角色偏现代的比较多一点 而且给我们很多硬汉的感觉 谢谢 这次尝试古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由衷的钦佩这么多年战斗在一线古装战场的演员们 真的我经历 我上一次拍古装戏是近十年前 对 这一次再重回这个战场 对 确实的它的生产难度是成立方体几何的大于现代戏的拍摄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所有演员的铠甲最轻的是二三十斤 我的铠甲最重的是近六十斤 六十斤的铠甲 对 还要负责打戏 对 所以说而且黎叔他要求的质感是相当厚重的 基本上所有演员的衣服是没有偷工减料的 就是那种历史的厚重感 在演员的服装上你就可以看得出那一份穿越时空的那种滑贵 对 那然后拍摄的季节呢 季节我们经历了春夏秋冬吧 那种感觉是怎么讲呢 就是周期很长很长 但是一点不会让你觉得拖沓 或者是有一种想尽快的拍完的这种感觉 每一天在现场都是享受 就包括我刚才在片场 刚才在你们的那个演播厅里面 对 我看到我们的那个大的剧照出现的时候 我也分享我说现场的那股味道扑鼻而来 就是历史的尘埃感 让这个剧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给激扬之后 那种无法形容的代入感 所以您在历史春夏秋冬 然后每天上穿着60斤的铠甲 那对您的古装造型还满意吗 导演满意我就满意 对 导演满意我就满意 那您自己就没有一点想法 我觉得整体上我也就比一星帅了一点点吧 不止一点点 你小心说话 小心说话 没事 他今天不来 好 您刚刚说到一星 这次演一星的爸爸是吗 对 但是很可惜跟他没有对手戏 没有对手戏 我在跟他这个角色进行互动的时候 这个角色还是强暴力的婴儿 然后但是中间我们有穿插的进出入剧组 导演跟我很多次的分享过一星在现场的状况 说远远的超乎他的想象 我跟一星其实在私底下并不熟悉 但是我看过他很多的一些相关的 你说舞蹈也好 综艺也好的视频 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阳光干净 积极向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剧作当中 他在整个的呈现上 包括在片画里我也看见了 他有那个时代的影子 所以说我觉得他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嗯